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收看小军台湾Plus 那我们这一节讲讲关于中国的一些见闻跟新闻 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很糟糕 糟糕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横正暴敛 就是到处来讲是征收新的费用 中国不但征税还有费用要征收 那现在越发觉得严重 那我们看到中国一贯来讲是有五险一斤 台商到中国做事都很清楚 就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健康保险等等 还有住房公积金 大家知道这个都要收 从那个不收到现在真的收 那后面呢 不断地加新的那个项目在后面 最近加的一个项目更有趣 叫做房屋养老金 什么叫房屋养老金呢 一般来买房子 就是买了房子等到退休可以养老嘛 OK 中国有个笑话就说 你买了房子退休了 你却没有办法在那个房子居住 因为都七十多岁要进养老院了 那买来干什么呢 那你现在的话买房子来等退休养老 本来是很多人的梦想嘛 现在是怎么样 是房子要你来帮他养老 你没有听错啊 房子要你的房屋的屋主来帮他养老 你要美白吗 美容吗 没错 就是维修 以前在2004年有个房屋维修资金的 基本上呢每个人都要供 就好像你每一个公寓大厦 都要给这笔钱出来 那这个钱累积了很多 一兆人民币 但是用不了 比方上海北京的用了10%左右 你杭州用了4%左右 为什么 因为都要所有的业主三分之二同一 但是很难凑足三分之二嘛 这个是有一大笔钱 那现在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 就房屋养老金 那房屋养老金就是你要给钱 你不但是要给那个五险一金 你买房子 也要给一笔钱 叫做房屋养老金 那这个钱呢就不得了 那尤其你看得到 那个中国想推动房地产税 尤其房产税 有一段时间 但因为很多的阻力没有办法推行 因为怕全国起义耶 所以他也是怕人民啊 怕民变 所以没有办法推动 那现在用一种呢 有可能推出房屋养老金的说法 来邀请 各路英雄来看看 那发觉到大家都觉得 哇 不得了 不能够这样子办 那所以现在来讲呢 也是说 都在试点的阶段 制度的细节并没有公布 资金呢 由地方政府来去看 那中央呢 就不向人民来收费的 那怎么可能说不向人民收费呢 所以这些话讲完等于白讲 那看得到 这个用了22年4点的 这个房屋维修基金 可能在最近的情况 会慢慢形成一个更庞大的 吸金的方式 人人都是韭菜 所以每个人都被割韭菜 就一个一个满地跑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 准备大幅降息旧房市 减少法派物 刺激消费 那全国有38兆人民币的房贷的总额 如果每户贷款100万 可以帮助3800万户的家庭 减少债务负担 那现在呢 他希望把房贷的那个利率 从4到5%降到3% 鼓励大家来去买房子 而且有更多的钱去消费 所以促进内销 促进那个内循环 你觉得有用吗 没有用啊 我们看到很多经济的数据 跟实际的状况 都看得到 中国很多房子 都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那个增长 很多都是摆在那个地方 没有人住 没有人租 香港如是 那中国也是如是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那而且他希望 政府希望允许房贷 去转银行 去贷款 而且重新谈判利率 原先是4到5% 现在谈3%了 对你有利 可以失出部分的消费力 可以去消费 但基本上 人有钱的时候 中国人有钱 是存起来 藏起来 不要存 存到银行里面 你都吃掉 可能找家里面 有个地方藏起来 中国现在很多城市 一个人一天 只能够提款 2万块最多人民币 那2万块人民币 有些地方都要讲明 你的原因是什么 讲到要银行的领导 甚至是 那个政府部门 批准才给你领取 这个是基本上等于不可能 提款 每一天都有上线 数字人民币 也大行其道 中国正式进入一个 数位极权的监控时代 是比那个 那个我们看到 George Orwell 欧威尔的那个 1984的那种 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情况 更严峻 我还记得我上一次 因为最后一次到中国 应该是在 2017年的时候 到厦门 那个时候呢 你到酒店里面去换钱 拿台币或者港币 要换成人民币 不给你换 你要到银行去 银行街跑的 每一家银行去换 基本上都不给你换 他说你在银行没有户头 不给你换钱 好没办法上车 说我有钱 司机大哥 可不可以载我去什么地方 没有办法 你没有用微信支付 你没有支付宝 没有办法搭这一种车 那等于整个世界的经济 都要依赖于那一种 中央 中共中央控制的整个 那个电讯系统 你才能够去消费 否则你根本是可以饿死的 可以逐步出户 你买菜都有困难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如此 不要以为中国高铁盖了很多 很进步 实际上是个严密的操控系统 高铁亏损连连 它是类似以前的那种盖万里长城 现在又说要盖大运河一样 现在习近平要提出 要那个中国人不只得要中国脸 还是要中国心 中国情 那恶心的很厉害 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万佛归宗 所以万佛朝宗 全部的中国人所有的心跟念 都要向着习近平跟共产党来转 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 好 其他的经济现象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 中国的电动车是会爆炸的 它起火爆炸 尤其那个车用的电池 大厂林德时代的董事长 曾玉群也是非常清楚的说 当前中国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的 电池安全系数远远不足 应该要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不安全 很多都万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的机会不安全 而且一个汽车有N个电池 那你千分之一可能会随着电池数目 就乘上电池数目 你看到是多么的不安全了 所以现在看得到 全中国大概有两千五百万部以上的电动车 那全部的电池数目数十一来算 安全系数是相当低的 安全风险 他说是可想而知 这是宁德时代的董事长 曾玉群讲的 他说希望业界把竞争先放一边 把消费者切胜利益安全放在首位 共同提高安全效率 建立绝对的安全标准红线 那电池安全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大家好好做 一个环节都不能错 讲完之后好像他非常厉害 安全定义 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干部 或者董事长讲的话 都是讲完等于做完 那东西有没有跟进呢 有没有真的新的发展去改善呢 没有 甚至他这个宁德时代 还去夸足到电动飞机的地方 更有趣 飞机飞上去 爆炸不得了 而且电动车是比一般的汽车 重很多倍的 所以你看美国川普 在总统竞选的时候都讲过了 那如果说要全部改成电动车 那个环保分子这样做 你全国的道路要重新来修 全国要架开多少个加充电站 而且每一个车都比以前重两三倍 根本没有办法适应整个节能的生活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可能所有车都是电动车的 我觉得应该多元的发展 要有燃油的车 也要有那个 比方说电瓶车 天然气的车 也会有那个电动车 我觉得应该多元的发展 不应该说 要扫除其他的那个东西 剩下最尖端的科技 那个是人造的世界 是非常可怕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华为的问界M5的手机 也是充电的时候 有起火 所以这种电动的产品 重点是那个电池 电池只要一个地方 地方偷工减料 就会爆炸 你看全中国起码有五个城市以上 实现这个叫做免费的预约车的服务 你就那个计程车 基本上你也不用搭了 你也可以更便宜的价格 去搭那些无人驾驶的计程车 手机现预约 有一家萝卜快跑 他们叫萝卜快跑 就来到这个地方 上车 没有司机 坐上去 整部都是电动车 那在不同的地方来去 去那个 载你去不同地方 有时候到十字路口 因为两部萝卜快跑 遇到的 他们就各不相让 就动在那个十字路口 堵塞交通 因为他们都笨笨嘛 就撒萝卜嘛 就是中国常常说的那种情况嘛 同时 如果这个萝卜快跑 是电动车的话 可能电池有问题 如果电池有问题 可能会爆炸的 所以是非常的危险的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 各位台湾的朋友们 真的远离这个险地 另外一个叫中国辉达 中国辉达是一个俗称 它的正式名称叫 向帝先 这个是图形处理器的企业 就GPU的企业 这个被号称为一个半导体的独角兽 之后倒闭了 曾经高峰的时候 150亿的人民币 他是美中科技战的牺牲者 因为他的董事长 叫做那个唐志敏 他是中科院的一个博士班导师 那他就成立了这一家向帝先 那他就是8月30号召开会议 正式宣布公司解散 解散 也潜散 400多名员工 他们立即失业 那这个市值超过150亿的人民币公司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股东跟他有借款 最后还不了 有对赌协议 最后呢 公司履行不了契约 股东起诉 公司的账户被冻结 逼得要解散 拖欠的薪资 两个月 很多的人没有薪水 也没有办法告 因为这些公司根本没有钱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一家公司做什么的 高效能通用或专用的处理器 晶片设计跟研发 它已经研发得到天均一号 天均二号 但是由于它的效能 它的那个稳定度 跟那个经济的吸引力 急不上其他产品 那结果呢 这是也没办法去卖 结果这个公司倒闭 这个只是一夜之秋啊 就知道说 所有这些所谓民企 某种程度上 都是党在控制的 他们做这个科技战的时候 先牺牲掉这些 下面这些毛边的那些企业 中间的那些中心的那个集团 对不对 他们还是保着 华为这种集团都保着 所以你看到 没有那种周边产业 周边产业都是韭菜 都是人矿 就会割光光 还有 中国现在 事业严重 而且事业严重 欠薪也是非常严重 中国官方 现在就罕见的承认 积欠网格员薪水 网格员是什么样的全称 网格管理员 中国有一种观念是把全中国 把个地图摊出来 把每一个地方 很仔细哦 放大镜来看哦 划分成一个一个网格 比如说这个房间是一个网格 或者说这个社区是一个网格 都是一个一格一格来管理 网格一 网格二 每个编号 每一格都有一堆的网格员 来负责管理这个 或者情报收集这个网格里面的大小事 以前你到北京去旅游 你觉得看万里长城 看天坛 到上海去看外滩 就很爽 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 中国怎么去管制一个城市的 他把一个城市一格一格管理 每一格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都要有一个SOP怎么去应付的 比方说有人去那个呼口号 说要打倒习近平 要多少秒钟之内 多少分钟之内 一定要有那个警察在那边镇压 是网格的情报收集能力 那你如果说用低成本的方式 装那个天眼嘛 大数据嘛 比较容易 另外还是需要人手来处理 比方说人的力量 可以主动的发放一些假讯息 跟一些红色的宣传物体 能够让这个网格里面的人 都泡在这种红色的宣传的谎言中 然后如果他们要反抗 有暴力的镇压 这就是网格管理员提供情报的第一作用 之后公安国安再去配合 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但你看到网格管理员也断炊了 也是被拖欠薪水了 拖欠多久 半年了 有人说四个月 有人说六个月 但是拖欠非常久了 那你拖欠非常久 你能不干吗 也不能不干 你不干的话 以后就请你离开 所以都在那边磨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个网格管理员拖欠薪水 等于说中共对于台湾的文攻武嚇 心理战 舆论战 法律战会减少 不会 它的福建部队 福州部队 还是发挥非常重要作用 战略资源部队虽然解散 它分成不同的那种系统 继续对台湾的 叫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去处理很多舆论的情况 不要因为中天退出的主流媒体 它还在网上放啊 不要以为说 那个 很多红蓝的联盟 所产生的媒体 没有发挥作用嘛 那我们先前都看得到 有一个党的人 进入到某家电视台 在那边蹲点来看节目嘛 等等的情况 你都知道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个网格管理员呢 是在福建莆田市 寒江区的政府 拖欠全区的网格管理员 半年薪水 那官方的报导出来 才是非常奇怪 那你问我说 为什么中共的党媒 愿意报导这个事情 是有原因的 其实这些报导 他们的矛头 不是指向中央 这个是中国的那种拐则 做事情的方法 指向市省政府 希望市政府 省政府出头 要求这个区的 把这钱能够进来 你只要喊 就有饼干吃嘛 就有糖果吃嘛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 不要惊动到中央 你觉得都是地方的问题 是不同地方层级出现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比较好解决 你的那个收入问题 所以是用这个方式 来去解决 那放出来 也是预示给各位说 不要拖欠网格员的薪水 穷也不能穷网格员 因为他是党国打手 所以真正的司法打手 哪是那些 就是赖总统提名的 七位大法官的提名人呢 他们并不是 国民党说的司法打手 真正的司法打手 就是这一种情况 就是这一些网格员 才是真正 践踏人权的打手 那我希望说那些 国民党用同样的分贝 甚至更高的分贝 去责难中共做的 所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嘛 当年的国民党是反共的 现在的国民党是怎么样 大家都很清楚嘛 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 心里面是非常难受啊 那当然我对国民党 没有什么希望可言 但居然可以获得 这么多人的支持 也是觉得说非常的 奇妙的一件事 他们月薪2200多元 总共有700到800名的网格员 你想想看 一个政府 连2200多人民币 都拿不出来 你700到800 可是全面欠薪哦 那你如果说 把这个数字乘一乘起来 数字也不多嘛 对个政府的整体预算来讲 少数目嘛 为什么你都拿不出来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拿不出来等于说 中国的经济出现的大问题 先前传说 五分之一的公务员 都拿不出薪水 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 公布的这20到30% 实际上是可能过半 那很多的大学生 躺平内卷45度人生 就住进这个 青年养老院的大有人在 这个国家我觉得是奄奄一息 那我们常常讲一个概念是 中共跟中国是不是一样 我在这里很简单讲一次 当然CCP跟China是两个概念 我们不会说中共就是中国 但你不要忘记 中国很多的毒素 跟CCP是同质同购的 中国的毒素包括什么 包括要那个看到你 三千多年来的宦官 那个扎小脚 而且铲足 还有那个 如表法理的那种 专制极权的文化 那个以血缘 血缘而不是以普世价值 来断定一个国家的精神 等等的情况 都是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落后的 而这种落后局面如果不改变 你共产党亡了 中国还是一蹶不振的 这种如果中国还是维持 这种大一统的天下主义的想象 把其他的地方 中国以外的地方 包括台湾啊 包括日本啊 包括韩国啊 视为他们的繁殊国 就好像现在中国把东南亚各国 视为他的繁殊国一样 我觉得说这个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而且他降纲文化 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去去除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是 我们比方说这个节目 可以传到台湾以外的地方 尤其有些中国的朋友 看到这个节目 你们要反省的 不只是习近平的问题 共产党的问题 以为反共就是一切 不是 是中国本身有许多的文化的败坏的因子 是一个粪坑 降纲的文化 不解决的话 一切东西都是妄然的 那尤其他们的大一统的 张牙五爪 以愚蠢为能 以贪腐为棒 这种思想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每一次讲这个地方 心里面 既觉得说有嘲讽的意味 但心里面是非常伤心的 因为这是人类的那种堕落 那如果说台湾 即便有一个非常主权 清晰的 跟中国结分开来的台湾 而当我们面对的强情 还是刚刚说的如此 刚刚说经济有这么多的问题 道德文化有这么大的腐败 比方说刚刚讲的 宁德时代讲的 那个所谓的 电池会爆炸的这个问题 你不见得会在日本发生吗 在美国发生吗 不会 为什么中国的电动车会爆炸 这个不是用金钱 经济来去判断的一件事物 这个完全是一个跟道德 制度 伦理 跟你的公义 正义 基本的一个追求 有不一样的问题 这种堕落是非常的严重 只要去过中国 你就知道说 并不要幻想一个美好的 好像金庸武侠小说般的 古代的美好的中国 没有 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地方 你如果活在北上 广深这种大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种大城市 你看到的是只最近你 你小孩子上学都觉得说非常的高兴 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 但我告诉你 一旦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比方说被人家伤害 被人家性侵犯 或者是遭遇到生病 你要在中国怎么活下去 我认识很多台商的朋友 到中国那边 或者港商的朋友到中国那边 他们在那边遇到疾病危难 他们第一个时间就离开 回到他们的母国 回到台湾 为什么 中国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是没有办法安居乐业 只是一个掏金的地方而已 那掏金的地方 是有时间的 可能是五年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不等 但人生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感觉到快乐的 你看在台湾 不是要你赚很多钱 才觉得舒心愉快 只要够自己生活 每一天获得自在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天地 就是最重要的 我也希望说大家不要躺中国这一趟滚水 如果进去了 及早离开 你看台湾政府都已经讲了很多遍 非必要不要到中国 如果要到中国 先进登陆系统去登陆 起码你不见了 台湾政府也知道你不见嘛 也寻找方法 看要不要救你嘛 当然国民 政府也有责任要去救了 但救不救得到 真的不知道 所以台湾真的要呼吁释放很多 被中国抓走的人士 也呼吁释放傅查先生 巴奇文化的老板 那现在你看得到 他完全都已经失踪了 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那我希望大家关注这种情况 经济 中国已经到了一种 悬崖的边缘 就好像汉朝 从高祖文景之志 到那个汉武帝 之后就开始滑落了 这滑坡 会崩一声的悬崖式的崩断 还是说会缓慢的降落 那现在看起来是缓慢的降落 但缓慢得来 有点提输的感觉 尤其习近平的志向 给你一种更清晰的印象 是不断增加他的速度 那这个增加速度 会到什么为止 到习近平死为止 那哪个手死 天晓得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 真的要了解 台湾生存之道 不是要当中美双方的 这个第三者 一个杠杆的角色 没有 台湾没有 你不要把台湾想象成为非常有力量 可以像在两墙在中间 可以承载得起 而且互相平衡的角色 没有 也不要做这种角色 台湾就站稳在民主世界的角色 跟美国 日本 跟很多民主自由的国家 站在一起 而且我们本身 也不是要完全依赖别人的奥远 要把自己的国防 民防 新防建立起来 否则 对于中国的威胁 文攻武和经济胁 是没有抗议的能力的 那我们重复讲 这个因素 这个讯息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深刻的体会 尤其从香港的教训 能够学习过来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会 万家乡 全国第一家采用 太阳能发电的大型酿造厂 洁净能源 纯净酿造 产品添加物少 用得安心 安全 卫生 符合欧美潮流 通过洁净标章评鉴 万家乡洁净标章系列 一家烤肉 万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